台中是一名男骑士 下班骑车回家途中 安全帽带没有扣紧 被远警拦停 过程当中还被闻出了 身上飘散着酒味 警方立刻进行酒测 酒测值来到0.17 超过了标准值 男子说难以自信 强调他是9个小时前喝的啤酒 没想到体内竟然还有残留 而且警察身份 他多年前就曾经因为酒驾 被注销了驾照 如今无照又酒驾累贩 当场被扣车 而且收下了破10万的法单 红衣男子被远警拦下 没想到被喝皮塞远警 嗅出酒味 先用酒测棒一吹 果真红灯闪不停 上喝的啊 12小时内都会有酒精反应 日前下班接风时段 远警执行交通勤勿 发现红衣男骑士安全帽带 松垮立即难停路边 就闻到骑士一声酒气 经过酒测酒就直来到0.17 违反倒交条例当场扣车 虽是满虽的 但是他喝太多了 下次不要喝那么多了 他代谢比较不好 有的人很快 有的人就比较慢啊 男子不敢相信 强调自己明明是上午8点 在太平雀工地 喝了几罐啤酒 隔了9个多小时 下午5点才骑车 居然体内还残留酒精 而且多年前就因酒驾 注销驾照 如今10年内酒驾累贩 再吞10万发单 不要喝酒 找人代驾 像我自己我都是喝酒完 隔24个小时才能在 不管是骑车 脚踏车或是开车 酒驾零容忍 酒精代谢速度 因个人体质而异 驾驶人切勿心存缴隙 尽管不少民众认为 南骑士油田倒霉 但毕竟体内还有酒精残留 就不该骑车上路 所幸没有两层事故 接下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志尧 台中报道